今天这个装比较典型 跟盘跟主干都不错 因为好多年了 应该牵插了得有六七年了吧 去年上的盆 什么感觉呢 就感觉一个大声音的 然后两只小细长胳膊 但是你细看它这两只细长胳膊 都已经长四五节了 对吧,这个是五节了 我想从这把上面的四节 全部剪掉 为什么呢,一个是粗细上没有什么过度 二一个,它这个脂 出脂平垂太显老 对吧,它这个长得太上羊了 就当时羊的时候,没有往下拉一下 这个脂条 因为在去年以前,这个是递养的 递养就有这么个缺陷,有时候管理不到位 当时就没有往下拉脂 这个呢也是同样,这个长了四节了 对吧,它把上面的三节 全部剪掉 留第一个小侧脂 作为这个芝托尔的主干 再重新培育 这样呢,这个脂托在第一节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往下拉一下 让它平垂 那从第二节让它往下走 也是可以的,可以补救的 除此之外,这个装还有一个缺点 大家感觉有点不协调 生的大,胳膊小,对吧 这是因为地灾太密 只有主干能爬上去见着阳光 下面的脂托呢,见阳光见得太少 长不出众 这个主干也勉强过度到位了 咱也把它剪了吧 再就是一二支托之间 错菜的幅度太小 有点像扁担支的感觉,对吧 最后呢,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我曾经做过克牙 所以说在没剪菜太来之前 下一集主干已经在培养了 好了,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